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很感谢主 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一起在这里聚集 一起在这里灵受 上帝所要赐给我们宝贵的福慧和恩典 然而今天下午的聚会 主要是一个讨论的聚会 因为我们已经学习了代理书 从第一章到第八章里面的内容 我相信凡是学习代理书的弟兄和姊妹 都已经从这学习的几章内容当中 领受了上帝很多很多的真理 我们也会在学习每一章的时候 得到上帝所给我们很多的感受和体会 但是主告诉我们 你们要把你们所知道的都要闯扬出去 你要把你们所得到的也能够告诉别人 从而使更多的人也能够得到 所以在这里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聚集 为的是让我们彼此之间 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 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完全地弹出来 包括如果你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你自己目前 还有什么不能够解决的事情 大家也可以弹出来 让其他弟兄姊妹 从他的见证当中 从他的感受与体会当中 让你能够得到 我们希望上帝能够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使下午的聚会 能够成为一个造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聚会 从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空空的来 满满的回去 好在这里我们看到黑板上有几道题目 这里的八道题目 也就是代理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当中所讲的主要的内容 我们先来看第一道题目 这里的第一道告诉我们 贝鲁的青年在饮食问题上的一个见证 然后第二点是讲到了尼布加尼撒遗忘的梦 第三章讲到的是西伯来的三青年在烈火中的考验 第四章主要是讲到的尼布加尼撒悔改的见证 第五章讲到巴比伦灭亡及薄沙沙王的狂傲被杀 第六章主要讲到代理在狮子坑里 第七章讲到四大兽以及小脚的罪恶活动 第八章讲到的是龚绵羊 龚山羊与小脚 好这里是八章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先从第一章开始 第一章讲到的是被鲁青年在饮食问题上的一个见证 我们知道当时当巴比伦的有着代理和他的三个青年 一起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他们进到王宫中 他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饮食上的问题 我想下面是否有一些弟兄姊妹当你学的第一章的时候 你有一些什么感受 是否愿意和弟兄姊妹做彼此之间的交流呢 如果有的话请你能够自高奉勇的上来 大家不要客气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交流的一个聚会 所以说请弟兄姊妹 大家能够有这样的感动就能够上来 主要是讲了尼布加尼萨她遗忘了一个梦 那么我先想问一下 大家是否记得尼布加尼萨 当时做了一个什么梦 对金童什么 英雄 童福铁腿 半铁半泥的一个十个角之后 对不对 那么 大家是否记得金童是谁 后来呢 好 巴比伦 马戴波斯 希腊和罗马 这是金童 银凶 童福 铁腿 那么是个半铁半泥的角质都是什么呢 这种哪里分裂出来的十国 好 罗马分了分裂出来的十个国家 好 我们知道了 这个是尼布加尼萨她所做的这个梦 那么后来这个梦是谁帮他们解答 是谁帮他解掉的 代理 那么我再想问一下 当时尼布加尼萨做了这个梦之后 他是自己记住这个梦的 还是忘记这个梦的 对 他是忘记了这个梦 然后是代理怎么样 在上帝给他的启示之下 使尼布加尼萨想起了这个梦 并解答了这个梦 那么我们再想一想 代理他当时在为尼布加尼萨解这个梦的时候 对 他是祷告 他在巴比伦的尼布加尼萨王面前 是不是说我代理为你解这个梦 还是他是怎么样的 对 他是非常谦卑的心 说这是上帝歧视他 让他把梦去告诉他的 这是一点 好 在第二章的内容 第三章讲了 希伯来的三七年烈火的考验 那么我们想一想 希伯来的三个七年 他们怎么会被扔到烈火里面去的 好 他不败金像 所以说就被扔到了烈火的瑶中 那么他们被扔到烈火的瑶中的 就这样的一个考验 他们是不是因为 有这样的一个考验的时候 他们就惧怕了 嗯 后来 后来的结果怎么样 是不是扔进去了 扔进去之后 是不是被烧死了 没有烧 不单单没有烧死 然后本来扔进去的是几个人啊 本来的意思是四个人 对 本来扔进去是三个人 后来变成四个人 第四个人 当巴比伦的尼布加尼萨王 他们看到第四个 他看到第四位的时候 他当时有了一个什么改变 他说就这一位像什么 最像神子 是神子 然后当这三个青年 从火窑中出来的时候 发生一件什么奇迹的事情 对 头发都是好的 而且我们想想他们身上 有没有什么 被扔到火窑里面去之后的那种味道啊 没有 嗯 没有好 这时候尼布加尼萨 从这件事情当中 他看到了什么 真有上帝 对 真有上帝的存在 好 这是第三章的 我们再来看 第四章 尼布加尼萨回改的见证 他怎么会回改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自从西班牙的三七年 被扔到火窑里面去的这件事情之后 尼布加尼萨就已经回改了 是吧 没有 那么 那么是当中又经历了一件什么事情的 对 他变成了一只野兽 而且是吃草如牛 那么我们想一想 尼布加尼萨 他为什么会变成野兽的原因是什么 是上帝 是上帝 为什么要让他遭受这样的结果呢 对 要让他能够真正的谦谦 因为当时巴比 尼布加尼萨认为 这个巴比伦大臣是靠谁的能力建造起来的 对 是靠他自己 而不是靠上帝 所以他就变成了吃草如牛 不少时间 多少时间 七年的时间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第五章 巴比伦 灭亡 以及伯沙沙王的狂妄 被杀 我们知道 伯沙沙 他后来接续了 尼布加尼萨的位置 做了王之后 伯沙沙 他和巴比伦的 当时的一个 尼布加尼萨王 有什么区别 不但他很狂妄 他还怎么样 他还 他还很怎么样 他当时 拿什么东西 然后来饮酒的 对 拿上帝圣殿里的东西 来饮酒 来放纵自己的罪恶 对不对 他根本就不把上帝 放在眼里面 所以说他因为 不把上帝放在眼里面 他也不会把代理的 和他 代理的三个青年 放在眼里面 所以当时 虽然说代理 非常多的智慧 但是他怎么 根本就不把代理 放在眼里面 因为他的狂妄 所以说最后 当 当 在这当中 我们知道 伯沙沙那天晚上 饮酒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 什么事情 对 墙上有字出现 然后这时候 他请了代理 来告诉他 这个字的意象 这字的含义 这时候 尼布加尼萨 那个伯沙沙王 感到什么 非常的恐惧 但是他是不是 因为恐惧 而悔改了 所以最后怎么样 灭亡了 而且他们在 饮酒的时候 他们把 房顶上的那些 冰冰也让他们 下来饮酒 所以说那些 马代波斯他们国 来攻打代理的 来攻打这个 巴比伦城的时候 他们知道不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说他们 就完全的什么 灭亡了 好 我们再来看 第六章是讲到 代理被扔在 狮子坑里的事情 代理怎么会被扔在 狮子坑里的呢 对 不允许他祷告 那么这时候代理 他仍然怎么样祷告 一日三次 面朝 耶路撒冷 跪在那里 怎么样 祷告 而且这里 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它什么 祷告 感谢 与诉唱一样 祷告 感谢与诉唱一样 希望大家 如果有这方面的感受的话 大家可以谈一下 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做到 祷告 感谢与诉唱一样 然后代理就被扔到了 狮子坑里去了 扔进去之后 他在狮子坑里过了一个晚上 然后代理后来第二天的时候 他仍然怎么样 从狮子坑里怎么出来了 当他从狮子坑里出来了之后 那些人就说 因为王用那一天的时间 把那狮子都喂饱了 所以说那个狮子呢 不要吃它了 所以说那时候狮子就没有吃 但是后来 他们王晓晓 好你们像这样说的话 我就把你们扔到狮子坑里面去 后来刚刚到了洞口 那狮子就把他们什么 撕碎了 就说明代理 他之所以不被狮子说养伤 是谁的保护啊 是上帝的保护 好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一点 这里也告诉我们代理 他为了敬拜上帝而怎么样啊 宁愿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 好 大家待会也可以看一下 第六章所谓的一个感受 然后第七章 四大兽以及小脚的罪恶的活动 四个大兽指着哪四大兽 第一个兽像什么 像什么 对像狮子 是狮子是指着谁 巴比伦 第二个像什么 熊 熊指着什么 马大波斯 第三个像什么 道是指着哪个国 好 希腊 然后第四个是什么兽啊 对 第四个兽是灌兽 是一个灌兽 所以说在这怪兽头上 后来长起了几个脚啊 长起了 四个脚啊 对 十个脚 后来十个脚当中 后来又起了个什么变化 对 十个脚当中又长起了个小脚 而且这个小脚长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什么变化 对 十个脚长起的时候拔掉了三个脚 也就是说有三个脚在他面前打落 然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长起了 这个小脚就开始长起了 这三个脚拔掉是哪三个 黑路来 还有吗 东哥特 还有什么 汪达尔 这三个脚被拔掉的 然后这小脚就开始长起 这个小脚有一个什么特点啊 好 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是在代理书的第七章 第七章的第八节 第七章的第八节 我们看之后 我们把这一节经文一起念遍 我正观看这些脚 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脚 先前的脚中有三脚在这脚前 连根被他拔出来 这脚有眼像人的眼 有口说夸大的话 好 我们知道 这脚有眼像人的眼 有口说夸大的话 这是这个小脚和其他小脚的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 它有什么 有人的眼 它说明什么 它这个脚像 具有人的一种什么 人心的所有的一种罪恶在里面 人心的一种罪恶在里面 然后他的口说什么 说夸大的话 他的言语中有的什么 有的他的一种狂傲和自大在里面 好 这是小小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特点 后面还有很还有其他的特点 就是必折磨之高者的圣明 必想改变节气和律法 圣明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 等等他的一些特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公棉羊和公山羊 以及小脚 公棉羊指的是什么 公棉羊指的是马代和波斯 然后公山羊指的是什么 好 是指的是指的希腊 那么是马代波斯把希腊打败了 希腊把马代波斯打败的 好 希腊把马代波斯打败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那个山羊的头上 又长起了一个什么 非常的角来 这角的特点 和我们前面所看到的第七章 那个小角的特点是不是一样的 是不是指的同一个事情而说的 是的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写的更加什么 具体化了 我们要知道这里所长的 山羊头上所长起的那个角 那个小角 其实和代理书前面 第七章所写到的 诗角当初另张写的小角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指着谁样 对 就是指着罗马教皇而说的 好 我们基本上已经把一到八章的内容 大家回顾了一下 然后 我们先从第一章开始 你觉得你学的第一章时候 有些什么感受的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随便的谈一下 或者你学的第三章 或者第四章 你有什么感受 你也可以上来谈一下 大家前面都说的很好了 那你是不是能够再上来说一下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好 今天能到这里来参加这样的学习 我真的感觉非常的高兴 我学习了代理书的这些几章 我觉得最要的感受 就是让我觉得从代理义他们 他们的身上 我看到了真正的信仰 信仰对于一个人的重要 我觉得他不是一种点缀 而是生命中最最重要的 不可缺少的 代理义他们几个人 这几个西班牙的青年 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都是他们把信仰 他们的生命融会在一起 不管做什么 他们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 而且也甘愿为了上帝付出一切 这让我真的感觉非常的感动 而也是他们的这些品格 这一卷书给了我很大很大的改变 其实我觉得我信仰上帝 也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从我初中的时候 已经一开始就听到了信仰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并不是这样的热忱 这样的爱上帝 虽然说上帝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恩典 但是我对他的理解是很肤浅 而且把信仰作为可有可无的 但在那个时候 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 成绩非常优异 很早就被老师选作为团员 并且也让我担任团支部书记 团委副书记之类的这些职务 而当我认识到了这个信仰以后 我接受了我的上帝 那么大家都知道团员 不管是团员还是党员 都是信奉这种无神论 所以如果说我接受了信仰以后 就是接受了真神上帝 那么再成为这样一个担任团委的工作 这就是有一种矛盾 所以我当时很害怕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呢 我还是非常胆怯的去尝试着跟老师说了 我的信仰 跟我们班主任老师说了 他当时就劈头盖脸的骂我 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 我们的团委书记也跟我做了很多次工作 我说我们现代的青年人 怎么可以有这种落后的这种想法 他们是这样讲 当时我马上就被镇住了 我很害怕很害怕 我觉得如果这样一来的话 我会失去很多很多东西 好像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美好都会失去的 我会被老师看不起 我会成为一个在老师眼中落后的一个学生 到后来会怎么办呢 会不会没有好的前程 这一切的一切在我心中 使我捆绑着我 使我心里面感觉非常的矛盾和难过 我的心里当时就像被一根绳索绑着一样 我知道上帝很爱我 我应该去遵从他的诫命 但是我又害怕 不敢去面对世界上这一切的人 不敢在人前承认我的这种信仰 所以就变成了两边的矛盾 使我不知所措 但是后来随着我渐渐的学习 也学习了大义里书 我看到了大义里他们的忠贞 他们虽然被裸到了巴比伦 但是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仰 他们不肯在饮食上糟蹋自己 他们也不肯拜巴比伦王所制造的那座金像 那座大象 他们也更加的不肯 但一里即便是在被扔到狮子坑这样的威胁之下 都不肯来委屈他的信仰 都不肯不祷告 这真的是我非常的感动 然后就这样慢慢的进了高中以后 我毫无顾忌的 像所有的人都承认我的信仰 我凡是遇见我的 对上帝的道理感兴趣的 我拼命的向他们宣讲 感谢上帝 在高二的时候 在高二的时候 一开始进高中的时候 我告诉了老师这样的一种信仰 老师并没有说什么 老师说你这要下去吧 他还是希望我能够担任许多团委 还有学生会的一些工作 但是直到高二下半学期的时候 老师找我谈话 希望能够发展我入党 因为这样一个机会是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青年都梦寐以求的 当时我知道我绝对不能够接受 老师让我回去考虑考虑 他也非常的喜欢我 总之就是用他的这种方法 他是苦口婆心的来劝我 让我考虑清楚 如果你这样的一种行为将来会怎么办 然后当时的时候思想也确实犹豫过 斗争过 确实如果这么一来的话 如果我坚定我的信仰 而不接受老师的这一做法的话 可能我会失去很多很多 但是我又看到但一里书 看到但一里的这种 他们这几个人的忠贞 我觉得真正的基督徒 是绝对不可以为了世俗上的一切东西 而牺牲我们最美好的信仰 这才是我生命中要去追求的 后来老师又来问我 我对他讲 我说其实我很爱我的国家 我很愿意做一个优秀的先进的党员 能够去为国家为班级尽力 定上我的本分 但是我有更加美好的崇高的信仰 就是信仰上帝 这一点是我不能够放弃 不能够屈就的 如果你们能接受我的信仰 并且也能接受我入党 我当然是愿意 但是我不会因为要入党而放弃我的信仰 或者我不承认我的信仰 哪怕是心里面仅仅想一想 但是我的行为上 心里面是相信上帝 在行为上 我要隐瞒 我不做出来 这也是不可以的 我知道这样的行为 是不蒙上帝喜悦的 后来老师没有办法 他说那你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那你就随便你吧 然后后来 所以很快的 确实老师那就慢慢的撤销了我所有的职务 我就成了无关一身亲 但是虽然我没有了任何的职位 但是我的心里面感觉无比的快乐 在那个时候高三的最后一段时期里面 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分享上帝的爱 我把见证带给他们 同时也带领他们到教会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 他们都感受到上帝的爱 我心里面感觉格外的幸福 比得到所有的财宝和荣誉更加的更加的重要 我觉得这才是他能够带给我最宝贵的快乐 我也感谢上帝 他也带领我非常顺利的考进了现在的大学 进了大学以后 然后我也大家同学们老师们也都知道我的这种信仰 他们也都很感兴趣 经常也来问我 在我同龄人当中 我看到很多很多同学 他们都感觉到非常的迷茫和痛苦 他们常常跑过来对我说 问我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这样的学习 到底为了什么 我说你是不是感到很黑暗 前面的路不照该怎么走 他们说是的 不知道以前好像有个目标 在读初中的时候想要考个重点高中 在读重点高中的时候 想要考重点大学 现在重点大学考上了 好像就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以前好像都是父母安排的这样的道路 一步一步都定好了 现在等定好了都完成了之后 将来究竟为什么要生活呢 就是这样找个工作 成个家 然后就这样生活下去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他们都感觉这一切的一切 似乎都很机械 机械的上学 机械的考试 机械的去面对生活 每天吃喝 这一切的一切根本就没有意义 但是很可惜的 很可悲的是 有好多同学 他们也 有的我跟他们讲 但是他们呢 似乎不愿意接受信仰 虽然经历痛苦 还是不愿意去接受这份信仰 有的用各种方法来麻痹自己 比如说像吃喝玩乐啊 去谈恋爱啊 这种 以至于 虽然说得到了暂时的刺激和满足 但是结果反过来 更加的痛苦 陷入一个黑暗的泥潭里面 我真的 我只能为他们祷告 但是我感谢上帝 我觉得有了信仰以后 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都感觉很有动力 我是在一种光明中生活 每一天我看到阳光出来 我就感谢上帝 我知道这是您赐给我的 我每一天吃的每样东西 我知道这是上帝 您爱我 每一天所生活的 都是上帝 您给我的 我也知道 我现在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大学里 我所学的每样东西 我现在在学医学 学很多很多人体奇妙的内容 我感觉 我更加看到这里 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智慧和奇妙 同学们都叫苦不迭 哎呀 我们的课程那么忙 要背那么多东西 但是我愿意背 我感觉这里面的 就是上帝的奇妙创造的大爱和见证 使我更加的体会到 实在是上帝太伟大了 就在前些日子 又发生了一件 对我信仰上的一些小小的考验 因为在元旦的时候 老师把 因为要放长假 老师就把星期三的课 移到了星期六来上 星期三正好有体育课 而体育课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体育课 正好是要考试考那个健美超 那么因为呢 如果说就考不好的话 就体育不及格 对我来说 因为我我家里条件不好 我之所以能够上高中大学 也都是上帝他在开出路 一进大学以后 学校就给了我奖学金 助学金很多很多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必须成绩要蒙蒙的 要及格 而且要考的要预定的好 所以如果体育不及格的话 也会影响非常大的影响 这种就是等于说 我学费会没有脚落 那么老师说 你的那个 现在我们的这个考试 就放在星期六考 那当时我就感觉很难过 因为是安息日 是我应该去敬拜上帝的日子 我到底是去参加这样的考试 使我好像这样的想学金 不至于能够影响 还是去敬拜我的上帝 你去真正的做好我的本分呢 这时候心里面 确实有这样一种征战 但是我马上就想起了战役里 我想起了战役里 他在别人陷害他的时候 要威胁他 要扔到狮子坑里的时候 毅然的和往日速成 和速成一样祷告 我觉得不能够软弱 虽然我现在碰到的 还不像战役里那样 危及生命的事情 我怎么可以就是软弱 怎么可以在这样的时候 而好像退缩 让别人看不起我的信仰 所以我就会跟老师商量 我说老师 我实在我安息日 我星期六 我要到教堂去做礼拜了 我不能够不去 他说啊 做礼拜要做一天啊 我说是的 这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有一条诫名 是要守安息日的 老师马上就生气了 他瞪大了眼睛 朝着我发火 他觉得这样的行为 绝对是对他的这种 课的一种蔑视 所以说他就说 凭什么让你去啊 其他同学都考试 而你就是头上出角的 你可以不考试 不可以 你自己想想清楚 如果你不考试的话呢 你以后补考 补考等下个学期 而你这个学期的成绩 就是一个不及格 到时候学校的成绩 统一由教务处打出来 一旦打出来以后 连改都不能改 你自己想清楚 然后他叫我再考虑考虑 我说我不用考虑 老师您叫我做任何一件事情 我都肯 平时您要我怎么样练 我都会好好的练 但是安息的时候 无论如何 请您允许我去 让我守好这样 我的这样一个信仰 这是我最重要的信仰 是我的生命 我不能够违背它 所以后来老师呢 就更加生气 好像非常的不能理解 于是呢 我也在旁边 我就默默地祷告 我心里面也很难过 因为 当总归心里面 觉得也是一种 很大的一种事态 感觉到很难承受 于是我就坐下来 坐在旁边祷告 而因为呢 同学们 我平时和同学的关系 都非常好 他们也都非常的帮我 他们看到我这样的难过呢 都来安慰我 然后呢 都跑到老师面前 拼命地求情 他们说老师 你不要这样了 什么的 然后后来呢 又过了一会儿 没有想到老师 走到了我的面前 他又好像气势凶凶地问我 他说 是上帝叫你 安息日不要考试的 我说 不是 但是我们必须要做 这样的一件 一个礼拜 因为这是我 真的是我们的教条 是我们的规定 是我们上帝 对我们的一种 最美好的一种见证 求你 希望你能够 让我来 来 就随了这样一个心愿 然后老师忽然 忽然间 哈哈哈哈的大笑起来了 他说 他说 你这个信仰 倒是蛮奇怪的 然后他就问了 开始问了 这个信在哪里做礼拜 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又问了 你家里的情况 什么的 他说 好算了算了 明天你来补考 意思就是说 以后反正 你再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你自己再考虑清楚 然后就这样 反正第二天 叫同学再陪我一起 因为我们是一组一组跳舞的 同学又陪我 重新补考了一次 然后我真的是 非常非常地感谢上帝 在这里我就看到 其实这也是上帝 应许的对我的一种考验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抱定了这样一个决心 我就是想到圣经当中 给我们的这么好 宝贵的典型的势力 我觉得我不能够不效仿 所以我想好 哪怕是不及格 哪怕是失去我的这个助学金 奖学金 哪怕是失去我求学的机会 哪怕失去生命 也要好好地去尊重我的信仰 但是我也感谢上帝 他也没有让我承受太大的考验 在我不能够承受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 所以我真的感觉到上帝 就像我们的老师 他时时刻刻用各样的方法 来给我们指示 但是他让我们碰到困难 碰到考验 都是与我们最有益的 然而他也不会让我们去承受 我们不能承受的 我真的是非常地感谢上帝 但以理说 我觉得它是一卷最最宝固的书 每一章每一节 每一个很小的内容上面 我都有很深很多的体会 如果要讲下来的话 我真的是讲不完的 所以说 我只能够讲 我最最深刻的 或者说 最最一点上面讲 但是我真的觉得 弟兄姊妹能够在这里学习 实在是感谢上帝 使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恩赐 同时我也感觉到 我把时间 我把我的很多东西 献给上帝 但是反而我感觉 上帝是加倍的 丰丰富富的 更加多的来赐给我们 所以为了上帝 而付出自己的一切 哪怕是生命 都是值得的 因为我们的信仰是真信仰 而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 是最美好的 值得我们去追求的 所以我们就应该去付出 我们的一切力量 去追求 而不应该有任何怠慢 就像那首赞美诗里 唱的一样 当敢上法淡一礼 当敢勇敢地往前进 在这一点上上帝一定会加倍的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能够战胜一切的试探 逼迫和诱惑 去坦然无惧的迎接 末世的考验 大家听了刚才小春所作的这个见证 我们有什么感受呢 当时我在听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一个青年人 如果能够在世界和上帝之间 能够去选择上帝的话 其实这一切都是靠着上帝他的能力 因为他的爱 在我们内心中的感动 所以使我们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 但是我们也知道 当我们真的选择上帝的时候 我们暂时看来 或许我们会失去什么 我们会缺少什么 其实我们知道 上帝的一年高过我们的一年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我们只要真正的能够爱上帝 而过于爱我们自己的一切 爱上帝真的放在第一位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会缺少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好处 并不会在他以外 好 然后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 是宋赞诗歌的第五十九首 宋赞诗歌五十九首 以代理为模范 是宋赞诗歌的第五十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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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的天神是主力 真正有知识 我得想他 祝生命 祝你也尊重 使主心 宰传 与尽力 百亿力相逢 祂的天神是主力 百亿力相逢 祂的天神是主力 百亿力相逢 祂的天神是主力 百亿力相逢 听了小春的见证之后 我们首先再来回忆一点代理书里面代理他所有的榜样 那就是当尼布加尼撒王要他们拜金像的时候 代理和他的三个同伴所选择的是什么 他们所选择的是拜他们的上帝 而不去拜这个金像 或许在他们看来 拜金像之后 他们可以得到王更多的恩宠与爱 但是我们要知道 他们知道他们的一切都是上帝所给予他们的 所以他们宁愿去敬拜他们的上帝 而不去拜那个金像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谁来谈谈他的一点感受 还有谁吗 好 我们请沈阿姨来帮我们谈一下 我是读了这个代理书第一章里面 我们请大家打开这个代理书第一章 我们从第八节开始念 第八节开始念 但一里却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 点误自己 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点误自己 上帝使但一里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太监长对但一里说 我惧怕我主我王 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 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 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激瘦 怎么好呢 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 但一里对太监长所派管理 但一里哈纳尼亚弥撒利亚的伟伴说 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 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善的那少年人的面貌 就照你所看的代苦人吧 十四节 伟伴便允准他们这件事 试看他们十天 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 比用王善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 于是伟伴撤去派他们用的扇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 好 这个地方呢 我读到这个地方呢 他是单一里给他们提出来 十天 十天 十天以后怎么样呢 他看见这些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 这事情在我们想来是不大可能的 十天会有什么改变 就是说你吃这个素菜 我们现在吃素菜吃了十天会有什么改变 会不会又白又胖呢 不会的 所以我想呢 这里面就是上帝心的一个奇事 上帝心的这个神迹 就是给那些不幸的人有一个明显的灶头 你们不该吃这个不喝的东西是吧 应该吃这个素食喝白水 那么从这一点上面呢 我就联想到 哎 现在也真有这样的事 并不是说饮食 但是我们要是顺从上帝的话 上帝也会给我们选这个奇景 我就想到 我有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呢 他们差两岁 在他们读小学的时候 读一年级开始读书的时候 他们年级很小呢 那么就跟惯常的孩子们一起上课一样的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在那个环境的是特殊的环境里面上课 他们是每个星期都要上课的 那么当时我跟姜牧师我们两个人呢 我们都有信仰 我们都是有安息日的 那么这孩子在安息日去上课 我们心里总是不大舒服 虽然我们也想了一点办法 就是每个安息日下午啊 给他们聚个会 给他们讲讲圣经 讲讲故事 但是总是觉得他们安息日去上课不大好 那么就这样的 上了持续有四年了 四年以后呢 我们有一个安息日下午呢 我们就在一起 读了圣经 读了预言之灵 正好读到环师母的上课之声 里面环师母告诉我们 这个安息日多么重要 应该要遵守安息日 所以我们都有感动 我们觉得我们是做错了 我们应该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 不应该这样坚持下去 那么怎么办呢 孩子才这么小 他们要是旷课以后 以后是不是还能上学呢 也不知道 要是不上学又怎么办 所以这些问题呢 都存在我们心里面 后来我们就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在主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只要有信心 我们求主就可以我们解决 所以我们经过祷告以后呢 我们两个做父母的呢 就向学校去请假 这个时候呢 正好是到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呢 这个期中考试了 那么老师说不可以 没有这样的例子 没有这么先例 什么星期六不来上课 没有这样的例子 那么这个回答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想这个难题很难解决 怎么办呢 孩子到底是去上学呢 没有听上帝的话 不上学呢 孩子就受不到教育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 一家人四个人都跪在上帝面前祷告 我们说怎么办呢 求主开出路吧 经过祷告以后 我们就有一个意念 我们就在工作上面 那么我们 要是安息人不准的话 我们只有失去工作 要在学校里面呢 这个学校呢 是我们自己报名去上的 如果我们上也可以 不上也可以 是不是啊 那么顶多孩子呢 受点亏损 但是呢 我们相信上帝呢 还是会开出路的 所以我们经过祷告以后呢 我们就决定 孩子不上学了 虽然最后一次考试也没考 不上了 不上了怎么办呢 这老师又觉得很可惜啊 你们这两个孩子 不上学 那你们怎么办 准备叫他们做文盲啊 我说我们不是叫他们做文盲啊 我们父母还有点知识吧 让他们不上课以后呢 我们在家里呢 还要教他们 让他们不至于失学 还有这个受教育的机会 所以呢 孩子们就回到家里 那么每天呢 这个老师呢 就我来担任这个老师 他的爸爸呢 也在那里上班 那么我在家里面呢 把他所有课程呢 都拿了在家里教 那么两个孩子是两个班级呢 我们两个孩子差两岁 一个上四年级 一个上二年级 那么当然 我要教的时候 我先问问他们这个 对这功课呢 了解多少 所以我拿四年级的功课 问我的大儿子 啊 这个懂不懂 那个懂不懂 他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九十几分 八十几分 功课 我拿语文给他问 问了好几个地方 他答不上来 我说你怎么搞的 你这是上课 你上的什么东西啊 怎么会九十几分 考的九十几分 是这样的成绩啊 那他不知道 孩子就是这样 他不知道没办法 那么小的呢 二年级 那么我也看一看 他 他那个试卷 考的这个数学 考的这个算数 考的算数呢 他的答案应该六十 他就写个六 那不是又错了吗 所以很粗心 其他的功课呢 还可以 所以呢 后最后呢 我就决定了 把大儿子呢 退下来一班 叫他上三年级 小儿子呢 增上去一班 上三年级 那两个人是一个班级 我就好教了 也不是为了我好教 但实际上 他们就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程度 所以我就呢 给他们上课 除了班级里面 安排的这个课以外呢 我还给他们 架了一门圣经课 圣经课就创世纪开始 每个圣经里面 每个故事都给他们讲 讲了以后 也要测验了 也要考试了 那么每个星期考一次小考 一个月呢 考一次大考 就这样子 啊 那么给他们考了以后呢 这个一年呢 一年的时间呢 的确我们就在家里上了 这个孩子呢 啊 在家里的成绩呢 还可以的 啊 因为在我们的多处之下呢 他们这个成绩还可以 那么另外一个一点呢 就是说他们在学校里上学的时候呢 啊 他们的品德不好 为什么说 这些孩子都是没信仰的啊 他们的骂人什么都会的啊 啊 那么小孩子呢 又跟他们学啊 啊 甚至于拿纸片 什么卷起来的 卷起来的臭烟 也也学着说 这个孩子这样子不行啊 在学校里面这样子 下去怎么办 好了 在家里面 学了圣经以后 他们大有改变 这个品德方面也有改变 所以一年下来以后呢 基本上这个成绩呢 都好 还有呢 他们那时候规定三年级开始 要学英语 啊 从ABCD开始初学 这个也可以 所以给他们教了这个 这个英语 两个人也一块学 学了以后呢 那我的丈夫呢 他就一年以后呢 他就改变了工作 上帝在掌管呢 他知道我们是孩子什么 又上学 掌管呢 就是他换了工作以后呢 因为从一个小的中队呢 掉到一个厂部 就是总厂呢 掉到那里一个正式医院去工作 那么正式医院 不但是医院正规 学校也正规 原来我们的一个小学呢 他就是五个班级 都在一间 一个学校里面 都在一个房子里面 一个老师在教 那么就很乱了 五个班级在一起怎么上 到了那边呢 那有二百多个学生 他们呢 在那个正规的学校里读书 所以一个班级 一个班级分得很清楚的 那么正好呢 他的工作也换了 我们的学校也换了 到了过中秋节的时候 九月份呢 开始要报名了 要上课了 这些小学生呢 都报名了 拿了书包去报名去 就我们这俩孩子怎么办呢 而且要是上课 我们不上 请假又不准 我们只好不去 所以呢 这两个孩子呢 就看着别人上学 他们也是好在那待着 每天就在家里做功课 那有一天呢 我丈夫呢 他的领导 就是医院里领导的 跑来看他 到我们家里 你看 怎么两个小孩子 去家里做功课 他说你这个两个孩子 怎么不到学校去 我说 我们说 学校里面 有困难 没去上 也没告诉他什么事情 哎不行不行 哪有小孩子在家里读书的 上学上学 一定要去 好 这是命令啊 一定要上学 好了 那么就去上学了 我跟 我丈夫就商量了 我们也 还是 再去换个领导 我们也要去试试看呢 我们不能够 没信心 是吧 好 我们去谈 做了祷告以后 到学校去 给这个校长谈 一见了校长 校长很客气 他说你们 第一段报告 因为他呢 不但是为孩子来 因为他自己个人 也要守安息日来 也寄上去报告 也叫他上面去批 所以呢 那个校长呢 好像知道这个事情 他说你 这个报告呢 我们已经看见了 这个报告他说 就是上面 在国务院 国务院他都不能批他下 上面再上级 都不能批你的报告 那么现在你们有这个请求 是吧 要小孩子 守安息日 就是说 要星期六不来上课 他说 在我的范围之内 我可以跟你讲办法 他说怎么样呢 给你们小孩子呢 请试讲 请试讲 那不是很好吗 请试讲 他说我会告诉 每一个班级的老师 给你们放假 你们不要去上课就行 老师都知道就行了 你们就不要去 但是有一点啊 你功课一定要跟上 你功课跟不上 那不行了 好好好 我们答应 功课一定跟上 我们求我们一组 给我们聪明智慧嘛 这个功课怎么跟不上呢 是吧 后来呢 这孩子还说 你们要考 要考试 入学以前要考试 参加考试 为什么呢 一年没上课来 是不是 你们荒废了多少 你不知道 一年没上学 你现在想读四年级啊 考一考 成绩够了可以上 成绩不够了 还不能上四年级 好好好 我说考试 好了 那我就把两个孩子 带到学校的办公室里 叫语文老师来 数学老师来 都来 他们拿出来这个学校里面 三年级的其中考试 最末后的一次考试 卷子拿来叫他们两个孩子打 当时几个老师都在旁边 孩子就在那里做 还有英语 也要考 度考 考了以后呢 几个老师在那 当时就批分数 一批一批下来 还不错嘛 说 这个分数还不错 他说甚至有的是 超过我们在学校的学生 学生的这个成绩啊 所以马上老师就同意了 好 你们 你们来了 学校同意你们入学 好 他们就入学 就是到学校读书以后 他们一直读四年级 五年级 那个时候就五年制了 五年级小学就毕业了 毕业以后要升初中 每个星期六都不去上课 这时候上帝特别眷顾我们 所以我在今天读了这个 单一礼书以后呢 说试试仆人们十天 他们不是十天 就是说 试了这么一年 是吧 给我们孩子试了一年 以后成绩马上就上去了 结果到五年级毕业考试的时候 他们那个红帮贴出来 这个班级里面全班 第一名是我第二个儿子 第二名就是大儿子 怎么会做好的成绩呢 我今天读了这个单一礼书呢 我就感到主的恩典够我没用 他原来成绩很差的 我是说这个分数 跟他的那个实际的知识 不相符合 但是现在呢 赐出来了 我们听上帝的话 上帝就赐福给我们 这也是一个神级啊 主你给我们成全的 我们起先觉得很困难 守安息的很困难 而起先又不同意 但是后来一年以后呢 就马上同意了 给我们请假了 而且也不扣我们其他的分 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十分的感谢主 因为主呢 实在是带领我们 我想想这个是真的事情 圣经上这么说的 我们实践当中也是这样 今天我想年轻人小孩子也好 父母有这个信心 我们可以叫我们的孩子这样做 上帝一定为我们开路 好我们来翻译节经文 是在以撒亚书58章13到14节 以撒亚书58章13到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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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在传道书的后面 传道书的后面就是以撒亚书 以撒亚书58章13到14节 好翻到之后 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经文念一遍 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 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 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 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 而且尊敬这日 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说自己的私话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趁价地的高处 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在这里我们要知道 虽然说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我们可能自己在信仰生活上 遇到的难处 不是像代理他们三个同伴 所遇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上帝在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 也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让我们看一看 我们是不是愿意听他的话 在这里 刚才神阿姨所做的这个见证 谈到了安息的问题 的确安息日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往往对每个人来说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福 所以每年过年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 有些人家的门口都会贴着什么 福字 希望福能够多多的临到他们 那么在这里上帝就明明的告诉我们 其实安息日就是他赐福的日子 你要不要这个福呢 如果我们真的是想得到这个福的话 我们就要真正的能够听他的话 在这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 安息日是使我们能够感到非常快乐的一天 是喜乐的日子 而且在安息日当中 我们若遵守安息为圣的话 上帝要什么成家地的高处 这句话什么含义呢 我们遵守安息日就承认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这是上帝和我们直接立约的关系 上帝也承认我们是他的孩子 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在这里他不单单称我们为他的儿女 更重要的是他要以主雅各的产业来养育我们 在雅各离开他父家的时候 他没有带任何东西 在他手上唯一有的东西就是一根杖 但是我们要知道当雅各回来的时候 上帝多少的赐福给他 无论是仆人 无论是牲口 无论是他的儿女 上帝多多多的赐福给他 同样若是我们听上帝的话的话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分 什么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到 以什么人心所未曾想到的 不单是今生的福气 还有是永远的福气 那只是他要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 好 如果我们真的是想得到上帝的福的话 我们真的要来听上帝的话 遵守他的命令 在这里我们要知道 虽然说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我们可能自己在信仰生活上遇到的难处 不是像代理他们三个同伴 所遇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上帝在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 也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要我们看一看 我们是不是愿意听他的话 在这里 刚才神阿姨所做的这个见证 谈到了安息的问题 一切安息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往往对每个人来说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福 所以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 有些人家的门口都会贴着什么 福字 希望福能够多多的领到他们 那么在这里上 你就明明的告诉我们 其实安息日就是他赐福的日子 你要不要这个福呢 如果我们真的是想得到这个福的话 我们就要真正的能够听他的话 在这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 安息日是使我们能够感到非常快乐的一天 是喜乐的日子 而且在安息日当中 我们若遵守安息日为圣的话 上帝要是我们成家地的高处 这句话什么含义呢 我们遵守安息日就承认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这是上帝和我们直接立约的关系 上帝也承认我们是他的孩子 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在这里他不单单称我们为他的儿女 更重要的是他要以主雅各的产业来养育我们 在雅各离开他父家的时候 他没有带任何东西 在他手上唯一有的东西就是一根杖 但是我们要知道当雅各回来的时候 上帝多少的赐福给他 无论是仆人无论是牲口 无论是他的儿女 上帝多多多的赐福给他 同样若是我们听上帝的话的话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到 也是我们人心所未曾想到的 不单单是今生的福气 还有是永远的福气 那就是他要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 好如果我们真的是想得到上帝的福的话 我们真的要来听上帝的话 遵守他的命令和丰富 那么上帝必然会将他更大的福气多多的赐给我们 好还有谁愿意来谈一下吗 好有一位姊妹要来谈一下 感谢主能够今天有机会在这里来述说我对但与语书的了解 对但与语书的认识呢是我实在是了解的很少是有限的 因为我真正让是认识我的上帝的时间也只有半年 今年八月份我才刚刚到这里来接受第一堂的教牧师讲的木刀班的课 当初听但与语书 在一月份的时候刚刚知道有下午有但与语书这堂课 当初听但与语书的时候这堂课的时候 我只是认为但与语他这个人他讲的预言很多故事很多 我很少了解就把它当作一个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人物了解 有时候会甚至去想想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 特别是当了解到但与语书 但与语他的三个朋友被扔进火炉火炉里被烧的时候 竟然还能够毫无损伤的出来 真是让我觉得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这可能吗我在想 那个时候信心还不够很坚定 身心中的信仰还是很缺乏 那么在这之前我在想这些 为什么我的信仰会不是很坚定 就想到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不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是在我今年刚刚进入一个大学 大学上海师范大学 那么我大一 在高中的时候是很忙的 现在一下子进入大一之后 觉得好空闲啊 为什么会这么空闲呢 所以就很想出去打打工啊 了解了解外面的社会环境啊 所以结交了几个朋友 这几个朋友呢 他们也是大学里面的 他们把我在星期六 有一次是好像是1月1号那天 正好这两天休息 星期六星期天正好休息 那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还不认识 不知道按锡日守的重要性 那么我就和他们一起出去玩了 这正好今天是星期六 而且正好今天这个星期六正好要上课了 我就跟他们逃课出去玩了 我也不怕害羞了 我就说起来吧 然后就是我们到了浦东的上海科技城去玩 哎呀这个玩的那一天呢 这个心里面哦 疙瘩很多 时不时的就出现圣灵的责备 你不应该出去玩啊 应该上课 虽然上半天的课也是课 你不应该出去玩 哪怕都是安息人 叫他们守一守半天也是很好的嘛 为什么出去玩呢 后来回来的时候 趁地铁回来 这咋不懂 那张票 那个买的那张票的来回两次 那张票上面都写着珍惜时间 很奇怪 珍惜时间 两次都看到 而别的那个三位同学 跟我一起出去玩的那个三位同学 他们都是不一样的字 什么申奥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而我就是两次都是珍惜时间 珍惜时间 更可 更觉得上帝觉得好像一直在陪伴着我 到最后回来的时候 草板路地铁站要出去的时候 那张票子居然三次插进去 三次弹在地上 谈在地上的一张面纸 让我看见的这个四个字又是珍惜时间 你说不说这个是个上帝 这是时时刻刻都与我同在 所以说我想到了这件事之后 我再看看但一里书啊 这是兼顾了我自己的信仰 就是在这个信仰上面呢 我的这个种子 信仰的这个种子又深深的埋露了我的土壤 上帝为我预备的土壤里面 让我充分的正在 现在目前为止 我正在充分的吸收着这个养料 所以说我我知道 现在我此时目前我进入这个养料 这个土壤里面还有许多不安定的分子 他在搅乱我的生活 他在里面还有许多沙子的石头啊 还注重各种各样的小生物啊 他们在阻碍我的吸收 吸收我这些养料 不过我很放心 很感谢上帝 既然给我的这么好的一次经历 一个一次讨厌 我能够苏醒过来 能够反省过来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上帝的大能在我身上的一个体现吧 所以更感谢他给了我比较好的一个嗅觉 因为我在土壤里面 要经受那么多的石头啊沙子的打击 我还能够闻得出 至少我现在还能够闻得出土壤里面 还有新鲜的养料 能够让我呼吸 能够让我吸收 不过我知道 我目前为止 我还是需要努力用上帝所赐给我的这个嗅觉 去吸收养料 因为我的盼望是希望能够结出真正的好果子来 感谢 感谢主能够有机会去说 答应你的反响 谢谢 好 非常感谢主的恩典 使这位姊妹能够上来谈一下他学习的代理书之后的一点感受 我想我想在他身上也有他可取的地方 是我们能够看出 他在他自己所遇到的事情当中 他能够看出这是上帝在牵引他 让他让他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更加的能够与上帝亲近 也相信他在以后的信仰道路上上帝会更加的帮助他坚固他的信心去走上帝所要他走的道路 也相信我们每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 我们前面的路必然是充满光明的 也有主耶稣他用他的手来牵引我们走到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真正的福地 好 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赞美诗是徐思妹姊妹和李星恒弟兄现场的一首赞美诗叫《荒漠甘泉》 这个题目叫《荒漠甘泉》那么歌词显得非常好 他说主耶稣你是荒漠里的甘泉 你是酒汉的甘霖 在我绝望的时候你总在我身边 伸出你丁横的双手 双手擦我伤心的泪 切我走出茫茫的旷野 进入了迦南美的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喜欢 这歌词写得非常好 全面非常地 送出眼泪 双手擦我祝福的甘泉 你匈是荒漠里甘泉 在我绝望的时刻里 你总是在我身边 伸出你定恨的双手 照我伤心的泪 牵我走出了茫茫狂烟 进入了江南地 牵我走出了茫茫狂烟 进入了江南地 主啊你爱多生 主爱多生 主爱多生 主啊你爱多生 主爱多生 主爱多生 你是千金欢威仪 明明当在美 哦 哦 哦 明是前进化为一 明明当在美 你是荒芜的感情 你是酒汗的感应 在我孤单的时刻里 你总是在我身边 叫我能耐的余地 使我坚定的行星 去走重返你 尽如了安心 去走重返你 尽如了安心 主啊你爱多长 主爱多长 主爱多长 主啊你爱多长 主爱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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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当在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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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实现今华为你 你应当在美 感谢主啊 我想稍微提一下我对学习大义里的感受 也许因为由于时间关系 我经常的就是说 每次我餐 我可能总共参加两次还是三次代理书 因为有时候经常出差了 但当我在学习代理书的时候 我自己学习代理书的时候 我最大的体会就是说 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件事情是隐藏的 而且在依靠上帝人面前 是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办到的 在这里的话有一个依靠和信心在里面 所以当我看到的时候 当我看到所有的事情 其实就像圣经当中讲的一样 他说君王的心在夜环面前下 龙沟里的水一样 所以每一个人当你骄傲的话 在上帝必打为卑戒 必变为卑戒 而在谦卑的人面前 也是耶和华必扶你成为至高 所以当我在这里看到 而且我更有体会的时候 看到戴伊里和他三个朋友 在面对莫大的考验的面前 他没有退说 因为他们相信主耶稣 耶和华在他面前 圣经当中告诉我们 他说唯有依靠耶和华的 他的慈爱必四面怀着你 如果你依靠上帝的话 任何难处在你面前都会变成平地 你不会看到的 但是在这里我要更深的体会 其实每一件事情 发在爱上帝人面前的话 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 他主要让你学的越来越想耶稣 越来越依靠他 当你胜过的话 那你会变得更刚强 当你失败退缩的时候 你会变得更软弱 而一个人要让自己软弱的话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我自己心里非常体会到这一点 当你想到自己在困难面前 退一步的话 那解释是非常容易的一些事情 只要你稍微动一下念头的话 所有你的决心毅力 所有东西马上 轻刻直接垮掉 你只会往后退 但是走天国的道路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 溺水行走一样 不进则退 但是正像一手私立一样 他说行行重新行 只要不懈怠的话 终可到彼岸 只要我们每个人坚实 前面这条道路 我们也经常讲 前途是光明的 但是道路是曲折的 只有在曲折的道路上 才能够看到你品格的变化 才能够造就一个真正的品格 而上帝所要领到你每件事情的话 他都要让你能够变得比以前更刚强 变得不像你原来的自己 而越来越像耶稣 这才是上帝本意在这里 经理越依靠他的话 所有这些难处的话 都会变为乌有 因为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呢 圣经道告诉我们 我们帮助乃是从耶和华而来 圣经道同样告诉我们 他说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外君之耶和华的临方的城市 我相信如果这个塞根亲业的话 凭着自己血肉肢体去灭对这一切的话 也许他没有进火窑之前已经死掉了 或已经化为乌有 不能留下这样千古美名传授到现在 但是只有他们用心理依靠 他相信主耶稣 就要他们讲他 即使主耶稣不搭救耶和华不搭救我的话 我还是要认定 因为他认定了这颗心 以至于有这段心意的话 他把自己献献的手 牢牢地抓住了上帝的应许 以至于当他面对这样困难的时候 他没有退缩 而最后赢得了成功 也让我们现今的每一个基督徒 都学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那在这里我也稍微提一下我的体会 因为在这里的话 可能因为我是 做的应该是 因为我们待会 等于算是做生意的那方面的东西 所以说 在这里的话 其实也有类似第二个考验 就很大的一个考验 就是说 因为我们经常要应酬的 所以说 当你去切合同的时候 因为大家经常会说在很多合同在桌子上切掉 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 切下来的合同 所以其实以前刚进的时候 我们 因为我是 因为我们是耶稣 我们不应该喝酒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对酒本身也是不感兴趣 不过以前是导演喝的 就说 也真的埋合 因为我以前还做过养酒 甚至还做过养酒 所以说 那个时候 其实对这种酒 还是有 也是能喝 但是当我进这单位的时候 我后来一段时间都不喝了 一直不喝 因为我觉得信耶稣应该不能够喝这酒 所以在进行单位的时候 他们也都讲 他说 他说你应该去喝酒 不喝酒的话 有些合同 很多合同 是切不下来的 就说 特别到北方的时候 他说你一上桌子上 写干几白白的 干几白白的 才可以给你开床 所以你喝得开心的话 他就是 合同不管了 我多好 我都给你签了 其实心里那时候也想 这样的话 我觉得很怕 因为 但是沉沉夜一段时间一直也就 因为在桌子上面 其实你好像是身不由己 那种感觉 因为很多人就大家都碰碰碰碰碰 你在主人在招待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我不动杯 你们自己喝 你管你自己喝 好吧 我就不喝酒了 说不过去 而且人家也不会放你过马的 所以说人家说你要切 你再喝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就 但是我们那时候一直也坚持 就那好久 那可能是两年切的事情了 我那时候就喝啤酒 我就喝啤酒 我就不喝白 也就这样 但是那个时候 但后来越来越想 就是后来看到真言书 提到酒对人的 上帝也已经对酒是不喜悦的 所以我也去想尽办法 我也去求上帝帮助 我让我能够脱离这样一个重担 不要老是 因为你每次要客户来 你要请他吃饭 你到外面去 也要请他吃饭 所以说总之 等于是餐桌上的东西 而且我们餐桌上很多东西 我们是不能吃的 我们不会吃的 但是你点菜的时候特别麻烦 你点的菜 人家不满意 或怎么来的 都不要麻烦 所以说 但是就是从去前年 应该是从前年来的 我还有一部分喝 当有一次的时候 后来我像 我应该 我求上帝帮助我力量 我以后从此 我不应该喝酒 所以说每次的时候 当我上台的时候 我坐在台上的时候 其实很多就开始喝酒了 开始喝喝喝 把你当的满满的 一定要你喝 那时候我就想 我不应该 我说我不会喝酒 但是我不会喝酒的话 讲起来都 都人家不相信了 你一做中 怎么可能不会喝酒 而有些人本来就熟的 以前都喝过酒的 就是这样 所以到后来 他们都不肯放 但是我 我其实脑子当中 有不知又多少次的 下天就说 我就喝一杯 还算了算了 人家这样 那很难为情了 咱们就喝一点 喝一点 喝一点 当你如果喝一点的话 你一喝开始喝的话 接下去你就停不下来了 就人家一定要叫你喝 但是我这个呢 还比较好 就说一喝一杯酒 马上脸就红了 就是这样 所以说人家也能够 不会把你喝的太多 惯得太厉害 但是从那时候 我当我在特别看到 真言书第二十章第一节的时候 我当我看到那些经文的时候 看到真言书一直提到酒的时候 从此我当我在面前上 这时候 我真识的归在那里 我说上帝 你帮助我 力量让我呢 每次的时候能够好的一个 能够马上能够提出来 马上提出来 然后呢 让人家能够马上引领我 不要让我再逼我喝酒了 就这样 所以从那次很奇怪 很奇妙的 其实是在上帝 从永远都眷顾 听你祷告 只要你愿意去改正一些 原来不好的习惯 和错处的话 上帝其实老早就听你祷告了 所以每次我在参照的时候 当我坐上去的时候 我就先跟他讲 我是不喝酒的 不好意思 我不喝酒 人家怎么可能 一定要喝 我说我肯定不喝 不管人家怎么做 我叫我怎么喝酒 但是我总是不喝 总是不喝 但是上帝没有 因为我不喝酒 把什么河头掉了 所以我上帝 就是非常非常的祝福 我每次我到外面去谈的时候 我最怕是吃饭的 所以每次他谈到快乐 吃饭的光景之前的话 我要快点先把它解决掉 我要逃走 我待会要先走了 不走的话 今天要吃饭很麻烦 因为我吃饭 我最讨厌那种 大家都是在你吹吹我 我吹吹你那种协调 所以每次 但是上帝都很起码 每次到我 我没进去人家谈的时候 每叫人家单位的时候 我去上帝 我说上帝帮助 我知道我能够有力量 能够把这事情 顺顺利力谈好 所以觉得很奇怪 人家去谈的这个可能 每次都还不是很成功 但是我去的时候 每次都很顺利了 因为人家像我们 做这种设备的话 本身看到你这样 年轻的一个人去 人家在看 这么小一个人 来给我谈这东西 我根本性都不会信你 不会相信 因为大家做 在这个仿制行道 这种机器设备行道 这种圈子里面 那些人都是差不多 四五十岁的人 五六十岁的人 但是你一个 这毛头小子 去跟人家谈技术 要谈合同 谈条款 谈一些 人家觉得很不快 现在相信 但是上帝却没有因为这样 每次我都断断谈的 非常高兴 就是说聊得非常开心 也许刚开始 他们觉得对你 真的有一点偏见 但慢慢觉得非常好 而且聊到一定程度 我总会跟他讲 我是信耶稣的 我说其实耶稣挺好的 我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 我也就跟他们介绍介绍 所以我每次跟他讲 我说星期六 你们不要给我打电话 我星期六我在教堂里的 我说我要做礼拜 星期六你最忙的事情 我也去没办法帮你去做了 所以他们都能理解 所以说从这里 我就游州改变 从那次我再也没喝过酒了 包括公司里的人 大家每次是一定要你喝 我说不喝 我肯定不喝 我说你们是想 我说大家都是熟人了 我就说咱们大家都熟了 我说你一次希望我好 那次希望不好 如果大家希望好不好的话 那我不想跟你来我 如果你希望好的话 我不愿意喝酒 你不要强迫我 我不想喝 我不愿意喝 所以从那时候 就大家基本上 叫单位里 大家再也不会叫你喝了 每次他们喝 我来自己喝就行了 他说你给你叫的饮料 或者给你喝杯茶 所以说每次到餐桌上 我每次都喝茶 每次能够树立 把这东西切下来 每次就说 到现在为止就说 单位的生意 上帝也非常祝福 就是说单位生意 从来都没有像今年 去年这么好过 有史以来 这是最好最好的一年 所以说 当我进到这个单位的时候 我们老板就跟我讲 他说 他希望了你进这个单位的时候 给我们公司带来好运 他说前面有个人进单位的时候 公司开始下坡路了 上帝非常非常恩待这个公司 就从我99年 去7月份 记住这个公司 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单位的生意 就是从99年7月份开始 好起来 一直到现在 今年会更好 我相信上帝会与我们同在 所以说 我在上帝的面前 是没有一件 是难成的事情 只要你愿意依靠的话 只要你愿意把一些坏的习惯 毛病改掉的话 上帝只要开句话 只要你愿意向上帝祈求 他的大能必把 一直拖着你 必定让你能够成功的走过去 必定让你在每件事情 看到上帝给你留下的 美好的建设 也让你帮助你以后 在人生道路上 学会更好的依靠 学会更好的交托 把一切的重担 您所不能挑的重担 放在主耶稣面前 轻松上正 走好这前面的道路 相信主 必向 主耶和皇下代理 同在一样 必向我们在座 每个弟兄姐妹同在 帮我们走好 这最后一段路程 从这一个见证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 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道路当中 没有什么事 是我们不能够做的 也没有什么难处 是我们所不能够解决的 但是在这当中 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这并不是靠着 我们自己的力量 而是靠着我们上帝的力量 所以在这里 证言书的三章第五节和第六节 就有这样的方法说到 我们可以翻到证言书三章五到六节 证言书三章五到六节 证言书三章五到六节 证言书的第三章五到六节 翻到之后 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经文念遍 你要专心仰赖英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他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为什么我们在我们自己 所做的事情当中 我们有时候会失败 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不成功 或者会遇到很多 劫来生知的事情出来 就在意我们是否有一个真正 仰赖英华华的心 如果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认定我们的上帝 都仰赖他的话 都依靠他的话 其实在我们的道路上 我们没有什么事情 是我们所不能够去做的 因为有上帝与我们同在 好 接下去我们再来看一看 有谁还愿意上来谈一下吗 弟兄姊妹大家好 原来我是想讲一下 就是弹衣礼 这几位就是西伯来青年 他们在那个面对被扔到狮子洞 狮子坑里面 还有就是在面对 就是要被扔到那个火窑里面 这些事情 这些窘迫的环境时候 他们的那些 我对这种事情的感受 但是后来就是弟兄姊妹 有的都已经谈到了这样一种感受 我想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我在刚才听到许多弟兄姊妹 他们说了自己的见证也好 自己的感受也好 之后其实都有一点 就是上帝对他们的一种认可 就是在他们愿意为上帝付出 自己的一切的时候 然后上帝总是扶持的 总是伴随着他们 他的慈爱总不离开他们 是协助 应该说是完全是 由我们依靠的上帝来完成 这样一种遵守 诫命也好 是拒绝这种试探也好 所以在此之后 我发现所有的人都得到了 上帝加倍的恩典 就是比方说张晓川姐妹所做的第一个见证 后来就是体育老师就是在问 有可能是一个过渡的 就是问他的家里情况 问他的具体 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做 实际上他 我觉得他自己的心里已经开始有被圣灵感动 有这样一种 就是要帮助这样一个姐妹去持守他的信仰 他有可能他还不了解这个信仰 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圣灵的运行 他已经有一种感受 所以他要帮助这位姊妹 之后他成功了 在就是沈阿姨说的这个就是见证当上帝也是有一个神迹在里面 就是让孩子们就是没有荒并没有荒废学 而且说应该是就是在所有知道这些事情的 包括是领导也好 包括是所有 包括我们现在许多弟兄姊妹 在听了这个新的见证以后 我之前没有听过 之后呢 也有这样一种新的感受 这也是上帝的给我们和给我们大家的恩典 然后呢 就是像刚才就是那个李弟兄 李弟兄 我们第一次见面 李弟兄就是所说的 这样一个戒掉在工作上的一种 一种不好的一种应酬的一种习惯 包括一些 我也想到自己身上也有许多这种习惯 当我要去彻底要改掉它 当我真的愿意改掉的时候呢 上帝总是帮着我们 我自己身上 我也有一个喝酒的一个见证 以后有机会可以和弟兄姊妹分享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上帝又帮助 又帮助李弟兄 最后完成了这样一种 要依靠上帝 要实行上帝 就是不能够损坏我们的殿堂 这样一个诫命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又注意到但一礼书 在每一次就是当但一礼 他就是遵守上帝的诫命 他立定心志 要为主做美好见证的时候 主总是加倍的要赏赐他 比方说在第一 他们就是 就是就是 这几位青年吧 这几位青年 他们在刚进入被选入 那个王宫的时候 他们面临的第一个就是在饮食上面 这样一个就是沈阿姨前面所说的 当这个时候他们立定心志以后 所以呢 主就行了一个神迹 让他们在就是 首先是在那个太监长面前蒙恩 然后最后呢 就十天以后 他们是又白又胖 那我 我觉得这个是 有可能对我来说是 我觉得非常是大的恩典 因为我很瘦 然后呢 就是我觉得这样一种 这是 这是 就是给他们的一个恩典 然后接下来呢 丹一礼 我想丹一礼 这些青年 一定有他们的信心 依靠 接下来呢 在就是 尼布加尼扫王 在那个杜拉平原上啊 立了一个金像 要所有的人都拜他 不拜他就扔火 扔那个火窑里面 在这种情况下 最后我们知道 他得 这三位青年得胜了 得胜以后 然后上帝赐给他们的事 就是一个是 在种 就是所有的公庭 就是所有的就是巴比伦城里面 就是见证了上帝的这样一种 然后呢 就是 尼布加尼扫王 也立他们做 就是管理全省 特别是弹一礼 他的信心 使得他能够在王面前 常在王的面前 势力 这是何等尊贵的一个位分 这是又是第二次 就是恩赐 加倍的赏赐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等到有这个 博撒上王 那个做王的时候啊 他就是 接下来就是一个狮子坑 这样 这样一个 就是在三十日内 三十日内 不可 不可敬拜 除了王以外 不可敬拜其他的人 或者神 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上帝又给他们 经历了这样一次考验 其实我想 在当时如果 但一礼 他在经历的 但一礼 还有这些年轻的 希伯来青年 他们在经历了一次 又一次考验之后 我想他们的信心 已经得到了操练 那么为什么 就是上帝还要 再考验他们一次呢 因为上帝有他的美意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如果 如果 菩萨萨王有可能 作为一个新的王 他还没有充分的了解 就是上帝 他的全能 所以呢 就是接着 我自己个人认为 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件事情 在一个新的王 在一个年轻的王面前 要显示上帝的全能 所以呢 这样一个 既锻炼信心 又能够见证上帝 他是全能的上帝 这样一件事情上 所以呢 就是这三位 这几位西伯来青年 包括丹一里在内 他们又一次 在王的面前 就是见证了上帝 他是我们宇宙的主宰 他管理的一切 是他管辖 包括是那个狮子 那个饥饿的狮子的口 他都能够管辖 在这种情况下 当这样一个见证 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都能够应验以后 都能够被这些青年 所见证以后 那么上帝又赐给他们 加倍的福分 后来就是有十三 一百二十个总督 封了一百二十个总督 治理全国 而这丹一里 包括丹一里在内 他们是三个总长 是管理这一百二十个总督 又特别设立了三个总 而三个总长之内 就是丹一里 他是特别的位分 要高于其他两位总长 这又是上帝 进一步的给他们恩典 所以说在这种 通过弟兄姊妹的见证也好 通过就是我看丹一里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就是上帝总是陪伴着我们 总是加倍的把恩典给我们 超过远远超过 我们所思所想 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弟兄姊妹和我一样 都是受到这样一种鼓舞 和感动 就是主在当我们愿意依靠他以后 他不但是在帮助 在过程当中帮助我们 在结束以后 他给我们的是丰丰富富 远远的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 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 就是下午听下来以后 就是感受应该是特别深刻的一点 那么以后再和弟兄姊妹 大家一起分享 先到这里 谢谢 感谢主的恩典 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很多很多宝贵的见证 但是不管是代理他们所遇到的事情 也不管是我们今生 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 我们所会遇到的事情 总归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信心 还有一个就是祷告 信心是我们抓住上帝的一只手 祷告也是我们抓住上帝的另一只手 只要我们有信心 在主人面前祷告的话 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在上帝面前的孩子 都能够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 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处 不管会有多少的挫折与困难 我们必定能够得胜 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一切 我们靠着他 我们也能够做 我们也能够做